韓國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我們張立文張講師來演講 請掌聲歡迎 謝謝 大家早安 因為今天齁 中央來的 中央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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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那個眾議員 跟中央那個 那邊的教室 這麼多人的 要配合吃飯的時間 所以我剛才跟班長說 十二點十分 我想說十二點幾十分要怎樣 我想說我希望我講的 可以講到班的 講到清楚的大家了解 因為齁我正經齁 時間要分配 有時候時間說太久 後面說不說不說 我會慢慢跟大家解釋 這樣齁我現在開始要講的 題目是這個 創意的思考跟提案的制度 創意的思考跟提案的制度 這樣齁呢 這個英文齁 Creative Thinking 大家知道這個 Sinking Identity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 進行室對不對 就是說 你的思考是在正行的 正在正行的 沒有中止的時間嘛 對不對 要中止的時間 你是不是要把它射起來 會看到這個齁 以前我這個英文齁 叫做 Project Proposal System 那是直接來 翻譯過來了 這樣齁 我發現 還有這麼多 這麼多齁 有 這個專有的名詞齁 我必須跟大家講齁 這個 這個 改善 這個是平衡齁 這個大家 讀利益都知道 這是改善的意思 我們 依那個 日本 我們依日本的這個版本齁 它有一個公司 叫做 那個公司 它就說 改善 改善 他們的漢字 叫做改善的意思 Subjection System 那如果英文齁 就夠吃而已 那如果英文齁 Subjection System 這是 那個 日本是這樣說的齁 這個齁 在這個部分我會說齁 這個部分我會說齁 我今天齁 主要三個這個重點齁 大家一看 我們是不是要先分辨你的思維 因為我們長期 在這個 中國人 這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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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不是 要讓自己更清晰 要怎麼清晰 就 為 你要分辨思維 善惡 對不對 啊這齁 我一條一條跟大家講 但你老公這麼清楚的 是不是 大家的心想 都有那個 創他的這個 苗 跟你們那個 隱藏 你們的潛能在裡面 你們是不是要幫你 啟發你的潛能 要怎麼潛能 我今天說的重點是 就是 比較初級的 要認好阿伯自己再去充實 還是說 你有專門的老師幫你受訓 再來 阿伯要進政 即將要執政 心理要趕快打點好 充實自己 要怎麼去管理 這從一連傳來開始 我是有一個故事 大家知道什麼 潘朵拉沒有 潘朵拉是一個故事 一個故事 她說 叫你不要打開這個潘朵拉 這個 阿伯 但是就是有人要打開 你如果叫 叫誰不要打開 就有人好奇 欸 上帝也叫夏娃跟那個什麼 什麼亞當麥 不要去吃那個什麼 是非之國對不對 啊吃 哇 就知道屬於 啊屬於 屬於就來了嘛 你潘朵拉打開 知道裡面又髒又臭 你說 中國人的屬性 其實已經打開了啦 我們是現在要打開 了解 了解這個屬性 這個屬於 不要怎麼分辨 我看今天這麼多人 齁 我 還有一點緊張 我之前說還要一兩年了 齁 我覺得很開心 大家這麼多人 願意來台灣民進府 來了解 這麼多的情力 法例 我這麼感謝大家 齁 我也是說 很感恩 台灣民進府 越來越 壯大 齁 壯大 那我們在壯大之餘 是不是 自己本身每一個人 也自己的能力 也是要壯大 對不對齁 我講的是 你一個啟發 回去 齁 你自己還要去學習 了解 齁 這個意思是什麼 有其客戶 這也是那個力義啦 齁 這個 如果有特力義 都知道嘛 這什麼 這就是那個騙家民 對不對 啊這個 那個 先來看這個圖 大家說 看這個圖 要看什麼 你來看嘛 這都是現在現代 有國家的 齁 啊他們以前這個歷史 你來看 欸怎麼變 變化這麼多呢 有沒有 怎麼這麼多 這個羅馬帝國嘛 啊為什麼 一直變變變變 啊一個國家 哪有這個 國家 他的文化來影響 現在已經 欸 在聯合國 有這麼多 獨立的國家嘛 齁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再看日本 欸 啊日本怎麼都沒有變 欸 我現在就是要說這個 齁 我又來講理由 我一個一個來講 這個 叫做小明目善行齁 他 一兩年前來 我們吃上那個國際班 他說得很精采 因為我們對 日本文化都不熟 對不對 我們是都 抬到中國歷史 抬到你這裡抬身 咧 還要知道說 關我什麼事情 對我們台灣歷史 沒有了解 讓我們台灣歷史 是不是也要 為日本的歷史 了解 對不對 齁 我們台灣加起來 這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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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要把那些精神拿出來 我們就是要去瞭解 他們是怎麼在抵擬 他們的國家 抵擬台灣 他這個齁 就是那個 天 他有一個天神 他天神有一個名 叫做什麼 衣裝諾尊 我們看過就好了 有一個天神 他生了三個櫃子 其中他的櫃子 就是天造大神 齁 啊這就是誰人的 這就是說 把日本建國的一個神 齁 叫大國主神 他就來請義啦 你知道天造大神 他 他也是那個 日本天王的祖先齁 我們第一 第一任的日本天王 就是神武嘛 啊他的祖先就是天造大神 他來請教他說 我要怎麼 來治理我的國家啦 啊這個天造大神就跟他說 你知道嗎 你啦 用那個 有時客戶 啊我呢 是用希臘子 來禮國 啊到底 有時客戶跟希臘子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再來看這個圖 他的情義 他後來把國家讓給 天造大神 這個精神嘛 他這個精神也值得鼓勵呢 齁 不但很虛心 因為他不懂得治國的道理嘛 他就來請義 請義之後 我覺得 這個是賢君 我們就把國家留意 他在說 到底 有時客戶跟希臘子 有什麼不一樣 可能大家對那個 那些 那些 解釋大家都知道 知 就是告知的意思嘛 齁 意思是說 我們教育 人民 讓人民 讓人民的知識成長 有了榮辱 支持的心 然後知道了事實 然後自己 要去充實自己 那讓這個國家更強 強大對不對 他不會說我幫你暗截 我告你幫你衝動 我都努化你對不對 我 有時客戶就是 你是我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你這個人 自從你媽媽把你生下來 你就是國家的 那時候他們中國人 還是說西方 比較極權的 政治齁 你們這個小孩 全部都是國有的 國有 那時候就是國君嗎 國 國君啊 就是那個君王嘛 他們的君王說 你就是我的 你們這些人民 你們辛苦 這些東西都是我的 你是我配友物 譬如說我現在 你的愛配友 是你的配友物嗎 你的東西 我如果不小心 要把他 不是說不小心 我是說我發肥 我皮膚大肉 咬個牌 那我說我把他秀名名 那在乎你的情緒 對不對 你有愛給你的東西嗎 你覺得中國 歷代的君王 他有愛給他的子民嗎 他喔 怎麼可能給你 教 給你教 要給你教 因為他怕說你太聰明 就是他對他以後 後代的子孫 要繼承他的 那個位子嘛 國君的位子 他就會怕嘛 你太厲害 你就把我的子孫搬到哪裡 我不是 等於我這個國座 我的國家就要滅亡了嗎 他們越是這樣呢 就會越滅亡 對不對 你給他看嘛 我們 來看這圖嘛 日本天王 他有教育他的人民 他有資的權利 他這樣教他聰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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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咧 我們再來看這個 先來說 那個人 先來說中國的社會 我們說他們這個臉 剛剛那個王蔣師也有說 他們在創人 有時候創這麼奇怪 我們來看這個臉嘛 這個像是一個肚子 對不對 這個眼睛人 把它創破 就不敢切 沒有 他就不要讓你知道 什麼叫做知識 都不教育你 就跟你講講講 如果說 排除異己來說 不是把你抓去台 不然叫你 你來做我的官 給我管 不然就開廟 說我是天子的命喔 為什麼 天上有一條龍喔 然後就降到我 我的這個 家裡 然後我就是君王 都這樣跟你騙嘛 他就不要跟你說 事實是什麼 他就用這樣直接 因為你是他的嘛 私有物嘛 他是我的啊 我愛怎麼跟你拚就跟你拚啊 我要跟你打 要跟你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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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心對不對 他就是用政治來支配你的思想 齁 齁 剛才我們再來說 那個 那個 這次有時候 齁 剛才我們再來說希臘子 我們先來說 中國的那個思想 大家知道 這個元朝嘛 他們說元朝 他們中國說元朝 要跟清朝啦 他們這個兩個 他們的朝代 他們說他是朝代 你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還是說他們有什麼 共通點 元朝跟清朝有什麼共通點 他們 漢人做君王嗎 這就是外族嘛 結果他跟他說 他是他的朝代 你這個邏輯你有通嗎 我要怎麼說 大家知道了解齁 你在蒙古帝國嗎 他們把整個西伯利亞 到西歐 到整個中國這個土地 全部都征服了 只剩下 日本沒受影響 台灣沒有受影響 跟那個 印度沒有受影響 還有歐洲 他只有一點點的西歐而已 可是他這個國 這個國 就是國座維持 因為陳吉思汗 他的豐功偉業 維持了一陣子 但是陳吉思汗貴姓之後 就兩個 爺爺的繼承人 兩個人 在 消毒 在廝殺 結果他們 那個 蒙古帝國 這就是 變成衰弱了嘛 這個 他這個 所謂的大 大明帝國嘛 就是他們說的明朝 就撲起來嘛 漢人為主的嘛 這如果喔 就被 努爾哈赤征服了 他們就建立一個 大清帝國 後來也把 那個 大明帝國 他們的所謂清朝 滅掉 大家這個脈絡有了解嗎 你這個國家 把你們這個 中國把你們滅掉 你說 他是他的朝代 我覺得認賊作父 你說朝代 你來看 他們這麼多國家 是不是都他的朝代 人你知道俄羅斯 應該 他也滅了 滅了俄羅斯嘛 俄羅斯斯不利亞這篇嘛 人家的歷史是這樣說的喔 他入侵他耶 啊入侵你怎麼說 好像我 還把他當作 他是我的白目 他我的朝代 你們中國人就是這樣啦 你就 不一樣說認輸 一個認輸的 這個進款 還是說這個 國家也好 或是人也好 你會認輸 你會改過 你是不是會進步 我問大家是不是 但是你不改過 你會認輸這麼高的 你會說 那是我的朝代 他現在被我征服了 你覺得你這麼嚴重的這樣 你有思考嗎 為什麼你們國家都是 一個破敗的國家 為什麼會破敗 你軍王不是說 跟你們人民打到公公嗎 可是他為什麼又可以推翻你呢 那是因為他受不了 那種 根本沒有人道的統治方式嘛 你滅了我 比如說 我暴政 你滅了我 那等 那一個人來當軍王的時候 他就覺得 軍王真的是 我什麼都有 我要是 三針海味 我後宮有幾千家裡 我那個錢都是 真稅 全部都是我一個人的 齁 我為什麼要分享人民 我為什麼要分享別人 我為什麼要分享別人 你都變成開始 他也是一樣 是一個暴政的軍王 所以才會後來 有一些民主的體制 就應運而生嘛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說的 重點是說 你用有時客戶 來統領你的國家 你治你的國家 你不是 真的把你的人民 示弱自己身上的一塊肉啊 我這個要說 一個要檢討的政權 他才有希望 對不對 這個要說什麼 他這是 他說 你們 我們中國社 有那種網路裡面的監督就好了 不需要什麼部門啊 同樣有監督的效果啊 但是 他們西方是說 一定要有一個機構啊 這個政府才會 真的他有改革的力量 是出自於我們去監督他嘛 所以他們的想法很奇怪 認為說網路 這種虛幻的東西 也可以去監督政府 可能啦 現在台灣不是也是一樣嗎 網路 跟媒體 你好像 被他們 罰眾取從 真正的是 你自己政府設立的 那個連政 連政的單位 才是真的能夠去監督你們 這個政府 這個政權 辭職的力量 你怎麼 變成好像 這些可以被操作 網路也可以被 民粹操作啊 這個 你說那個媒體 也可以被一些 有心的政治人物 去操作人民啊 把這國家搞得這樣 亂七八糟 這可以 民粹是可以利用的 真的是 這個國家 這個組織 要有一個 功能性的一個 一個改革 一個監督的機制 制裁對是不是 齁 一個人犯罪 他該做什麼懲罰 我怎麼 你這個 什麼的政論家 就來 就 外行領導 內行啊 每次我們 你看我們這個體責裡面 都媒體在說 他馬上去檢討 馬上去怎麼樣 最近不是更 最近不是有一個什麼 那個八仙城報嘛 人家說 用私皮 對不對 那媒體 不是網路在說 明明就是人家的那個大體 應該說大體皮膚啊 怎麼說私皮這麼難聽啊 如果那個衛生福利部 馬上 改成大體皮膚 我覺得莫名其妙 人家的私皮是專有名詞 這呈現什麼 到底你們 衛福部現在在做什麼 學生已經死幾個啊 你們做了多少功能 而且線上的醫生真的很累 那你這個 你執政者 你執行命令的人 你那個機制 你出了問題 現在就有一個網路 什麼私皮 什麼大體皮膚 暴露你們真的是很昏庸無能 人家是專有名詞 你去改什麼 那禮拜他 他是什麼 外 就外行人 在領導我們這些 醫療的體系嘛 所以我說 這個政府的 這個管理監督的機制 跟他的能力的張揚 那個功能 是很重要的 然後這個是在講什麼 東印度公司級的英國人 成立的一個公司嘛 他們把這個比較便宜的茶 賣給美國人嘛 因為美國人 可是他們 好朋友嘛 英美不是都 一直都是同一個陣線嘛 他們 那個茶居然 比那個 那個品質喔 跟荷蘭茶差不多 可是卻 他的那個錢喔 他的一半而已 那禮拜你 你要買嗎 你要買荷蘭茶 是要買 買那個 東印度生產的茶 禮拜你 是做行李的人 我問你啊 大家都也要照的啊 品質好當然也要照的 但是你有想過 你有想一個點嗎 你如果都要便宜的 都讓這個公司 獨佔這個市場 其他的都不用行准 人家也不能發展更好地 就讓他占了 如果這個國家 對你的國家威脅 你都讓他賺錢賺錢 賺錢 要以來侵略你國家呢 中國說 好好好啊 我一半都好啊 但是你有想說 那時候 東印度公司 英國跟你們大清帝國 你們中國 死對頭呢 你有想到這點嗎 我現在沒有說的 這個故事是要讓大家了解 你的概念清不清楚 你不是貪小便宜 你就是要錢 你背後的東西 你的責任跟你的道德勇氣咧 你說現在這個台商來說 台商 對 他直接間接的 促進了中國的進步 但是 中國對台灣是什麼關係 你很清楚啊 你覺得一直賺錢下去 你台灣也要賺 你要賺錢 你賺錢 你台灣不用賺 還是說你 希望說台灣救 阿共會逃就好了 無關我們的後代的 驚孫的 希望 對不對 阿現在政治人物咧 我們說 那個蔡英文 你說台灣的問題要維持現狀 台灣的問題要留給下一代 你負責任嗎 你腦筋全部都是中國的思想 你走的還不都是一樣 有什麼新的東西嗎 那麼台灣民政府才為了台灣走一條光明大道 這慢慢的說給大家聽 所以你敢不為利益靠攏 阿拜你如果做人家的肝炎 人家跟你說這燒 啊這 怎樣 工程 你賺嗎 有利益啊 這是很大的誘惑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個影片 那個誘惑是明明之中 你莫名其妙產生出來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 所以你要不斷的去檢討自己 齁 要戰戰進進 這真的東西 你就要 欸 人家說修心塞典萬年準 對不對 你就要修心 人家來說 怎麼中國告一 這不是我說的喔 大家知道這個 這誰人沒有 魯迅 他們是那個 他們中華民國 民國初年最偉大的一個文學家 他婆心齁 他們這個 這個那個 當那個新興的基本 那個資本的主義出來 跟他們那時候 不是大清帝國滅亡 那個民國初年 那個人的心的變化 所以你看 以前齁 不管他們的性格也好啊 什麼都是他們的長期 他們號稱 五千年的歷史 所沉澱的這種 我要怎麼用 批評的字眼呢 我們用厚道的字眼啊 他根本就是 他的象牙塔裡面 他的 孤精 那個青蛙對不對 有 井底之外嘛 你等一下要進步 你也不知道外面嗎 你所擁心的這種 以前的 累積過來的保護 有新的東西 你又不接受 想要接受 又不願意自己去 檢討改正 還要衣服 你說啊 這個財大器廚 這個官員 你覺得他很差勁 可是他來的時候 你又跟他畢恭畢敬 握握手 對屬下就罵得要死 變成屬下又 假如說你屬下也是啊 表面跟你好 因為你罵過他 他心裡給你嚇得要命 變得人格分裂 他們這是不是人格分裂 我現在說這就是 要給大家檢討 你有沒有這樣嗎 我跟他講 這個也不是我啊 我不是我講的喔 他叫做博洋 這個 你沒看他的臉 他自己做的 醜陋的中國人 他們也可以自己中國人 你跟他說一個新鮮的東西 他彈下去 也變臭 這是一個國家的 那個人民齁 普遍的那種支持啦 沒有普遍的一起 大家去檢討改進齁 他們就是這樣 好像丟了一個 綠國性病毒 我是覺得說 應該不只悲毒啦 可能細菌 還是可能細菌 如果他們都不改變 可能細菌 這個阿伯 這個國家就 要賣掉 這個也不是我說的喔 這個叫做王碩 他說啊 中國人是什麼 但是這三年不要說出來 我們心裡心裡把它嚇就好了 他說 現在他們的改革開放 一直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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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賺錢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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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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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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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大豬公 以前我不知道這個豬公是什麼意思 他在沒中國人喔 後來他們都要改革開放 豬公來喔 所以其實 這個豬公 他很可憐 他為了要得冠軍 什麼 一百萬斤啊幾斤來講 你知道他都這樣用 糧食齁 吃的東西故意自己灌你看 給他吃到胖子起來 這是很痛苦的 然後把他養得這麼肥他把他宰了 然後你說 你說這個是為了說這個傳統的這個文化 你要延續文化 他空主不是說 耳愛祈禮 耳愛祈陽 耳愛祈禮嘛 空主就說嘛 有一個雷魚他要帶一隻 有一個雷魚嘛 有人在抗議說 你怎麼會殺心 怎麼會太雷魚啦 空主就在旁邊說 我愛這個 這個文化 這個宗教技術 他說代表組成怎樣怎樣 一些意思 他說有 耳愛祈陽 有愛祈禮啦 但是我跟大家說 你愛祈禮 一定要殺羊 你一定要把他弄租公嗎 你只是讓人們去抹殺 因為他沒有交的權利嘛 他把你扭曲嘛 其實我覺得這個可以兩全其美 你何必呢 可是他們就他動物啊 他就是要來培祭的 他就是要給我吃的嘛 大家都覺得說 生出來就是要讓人太過了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現在人類是主宰萬物沒有錯 但是你對於你周遭能夠養足你的口腹 讓你養成你現在的人 你現在成為著這樣的人 你更要去尊敬他們 讓他們死的時候也要死得很有尊嚴啦 因為你現在主宰他 萬不利咧 人類人類 叫D主宰咧 喔 大家在笑笑喔 你不知道以後的什麼生物會出來啦 以前是恐龍對不對 主宰嘛 恐龍可以殺人嘛 他高興嘛 但是在我們是人 我們是有大腦的咧 我們有良心道德咧 當我們現在在駕馭萬物的時候 你的心態是什麼 我要厚道一點 匠工文化 大家來看這個 你有嗎 喪人無祖國 我看喪人無台灣啦 要哭哭而已啦 不管台灣人的死活 地溝油啦 那個黑心商品啦 再來為了賣賺錢啦 還鋸彈喔 就有危險的彈嘛 哭哭台灣要一個彈 你就做一個有危險的彈給台灣人 彈給台灣人 彈給柯文哲去開關 你沒有大氣波 你沒有去了解這事實的真相 你可以去揭壁嗎 欸 現在是那個財團喔 來治國你知道嗎 你國民黨就是黑金嘛 你要去反撲他 你也有多大的誤死 將來你們去 換一個這個職位 你就是要跟這些人 抗衡耶 所以你們要不要有誤死 我要教你要怎麼誤死齁 其實我也這麼怕啦 我說我 我自己台灣民進入了後 近兩年來 已經要三年了 我一個研究說 我要怎麼有誤死 慢慢說給大家聽 你有誤死就是你這個頭腦 自己欺騙 自己甘心 慢慢跟大家說齁 說給大家聽 這是因為醜陋中國人 那個保養師的 你一塊一塊看 你有嗎 你有嗎 我來說我的誤 我加入台灣民政府 的當中 同性之間的互動 裡面還是有 有一點阿菊 我有給他們欺負嗎 我有欺負別人嗎 你自己有一個概念 我們為什麼欺負別人 我們要團結的力量 說我有違規嗎 我違規要放得到對不對 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受制於中國文化 把我們這一個好不容易 壯大的團體 他們中國文化 還有你身 心理 你有這個東西 你有這個東西喔 然後把我們這個破壞掉 請你深自的反省 我們是不同於中國社會的那一群人 我們要回歸 我以前講的 不是有時候有時候是時候 有時候是時候 我會說 你要回歸台灣 原來的 純朴的 道德的 道義的 仁愛的 這種 優秀的這種 雪紅 對不對 我要來批一個禮 要說這個禮 我先來說這個禮 你知道我們現在齁 我是一個偶書 有啦 我剛才有教 要做 要20年了 他們這樣管理 他說 你們這個醫護人員 怎麼都笑不出來 請問 如果有巴仙 承報 那麼多人 怎麼笑得出來 你要我們笑得出來 我們要面對很多病人 那第一線 要面對更多的人 我們要是還算還好 你沒有笑 米仔條到外面 看你有沒有笑 你這個沒有笑 給你記錄起來 你為什麼不笑 我的問題是說 你怎麼跟小學生一樣 你如果我們做不好 你用丁條給我打 你怎麼沒有好 我們自的權利 你怎麼沒有融解我們內心 了解我們 我們正確去付出 你用一個丁條 你怎麼用丁條打你的孩子 說你不這樣 我就打你 你這樣 我說你很失敗 人的心 用硬的 他也給你來一個硬的 你叫他不要 他就越要 你要告訴他 為什麼不要 不能 你要告訴他 原因是什麼 那當然小孩子太小 不知道原因 那你要有自己一套的方法 我是不主張暴力 然後回來說這個 這就是我們 我最近發信 我們有一個事情 我覺得要拿出來 還是我們 在那個 健保的制度 跟那個 藥症方面的管理 這都要改革 這也是在中國 那個體制下 我覺得是弊病 他這個油 叫做 阿伯米斯 有一個阿伯 他剛才在班 他就來跟我說 欸 你這個油 這個 愛民事 這個油 拿一個劍本 拿他的油 過來說 你這判去給我 我都刺 都刺不出來 我就當了解 我當了解的時候 欸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是這個問題 還是你操作的問題 我當了解的時候 我當了解的時候 我董事長在旁邊 他說 啊 他這個 跟他打破了 這個 跟他打破了 我就問阿伯 阿伯 你把我東西破壞 你說 這個東西破壞 他就一直說 你本來就破壞了 他就一直說 他就一直不在說 他感到破壞了 這個東西 我說 阿伯 因為你 我沒有破壞了解 是 是那個 我們的東西破壞了 但是你把他破壞掉 我不行 換一個給你 他就 他就 因為他 老闆就覺得說 欸 他就是對的 我們是不對的 我就說 我不行換給你 因為 這是藏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這不是要做工廠的 啊 你就把 回到我的那個 發藥台裡面 噴一個 那個膠袋對不對 這個膠袋 現在噴到我的眼睛 我 我這麼憤怒 他就等著 我都壓抑我自己 我剛剛的態度是很好的 然後他 我真的很憤怒 我有教育他 阿伯 你跟他打破的東西 譬如說 你去買一個相機 你不要操作 你不要看說明書 啊 如果不要說明書 你不要去跟那個 老闆說 你打一遍 你怎麼操作 你不能說我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相機把他打破 然後他就說 老闆你這個 不錯的王 你要換一個王 那個叫這樣 老闆怎麼換給你 人家查明事實阿 是你自己給他弄壞的 我現在要說什麼 台灣人 因為 健保制度 給他們養尊儲優 無限上綱 然後我們這個醫護人員 到第一線都在幫助你們 希望度過這個危機 但是你們是怎樣對待我們 台灣很不容易栽培很多 各種行業專業的人士 他也在幫助你 你何必對他這種態度呢 你要把台灣人好的本質找回來 然後我第二項我要講什麼 這個剛剛那個是文書 叫你們院長來 我把我批准 你們國民黨的體制不是說 叫你們 什麼組長過來 這樣我就會怕到 這次體制就是這樣 叫你們老大來 我就 是非就可以不明了嗎 好 那個 一個那個 志工把他帶走了 到那個服務台 我叫他 算了 因為我有說好好 我叫他這項台是算了 結果我就接到電話 他就說 欸 李文 欸 你先換一個給他 先換一個給他 那那個 那星期六值班 我用健保 再叫醫生再開一瓶 你知道嗎 我聽了很火大 欸 你們聽了會不會火大 會不會火大 你也不會火大 你就沒神經 你叫他這樣無量 怕他你又說 他不對 譬如說 你不相機的老闆 你相機老闆說 欸 沒有我先把一個給他 我看我現在給他 又來討一下 去跟廠商討一下 會不會 這種邏輯奇怪吧 近年說 用健保 要把這個葬 吃掉 這個 很不合理 再來 你外圓說 你不把我 說愛勒 不然你做得 對啊 因為 不把我鼓勵一下 因為那個 病人氣的會叫 現在喔 主管都在怕 出事 應用他的無啥帽 變成是非不明 阿拜你做人的主管 你這樣是非不明嗎 欸這關係就長欸 阿健保是大公代喔 我說要釣好魚 還是說你 你釣好魚 幫你釣好魚 還是說你 你教他怎麼釣魚 你要教他去分析嘛 你要發現了解嘛 我就在教育他嘛 那我也試著說安撫他嘛 那你不行 你再第二個人去安撫他 你還是要讓他小明大意 是你這樣釣不對的 如果說你沒辦法 今天是噴不出來 我絕對 要換一個給他嘛 你就要我 分辨是非嘛 你怎麼說 要強壓我換一個給你 然後態度惡劣 又去告我 我如果說這個主人 你叫我先給他一個 你自己出資 你自己付錢給他 我就說白人 你自己去叫白人去掛 自己再看一次付錢 你跟崇拜你自己付錢啊 大家啊 我告訴拜託你們啊 你要有是非善惡好不好 你不要變成說你是 人家照顧底下的人民 你就可以大聲小叫 不管人家對你 的這種 這種愛心 不要這樣啊 你看我這舉一個例子 就告訴大家 台灣人這樣子下來 橫行霸道 我現在 我不說就算了 我現在說我還是有點生氣耶 我生氣也不是這個阿伯耶 阿伯不是只有一個耶 很多人都這樣耶 那你才會氣咧 所以齁 我如果說 這個教育齁 的問題到底是出了哪裡 卓越來自於關懷嘛 你對一個人增心關懷 一定會打動他的嘛 你不要再用說我再陪你一個 齁 他說這樣如果我就還有一個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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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心關懷他 他還是會柔軟嘛 我是覺得你不能夠把這種 不是好的這種態度 你讓他在這種身世壯大下去嘛 我們不是服務業喔 我們是 被人家訓練出來的醫療人員 你要尊重我們嘛 不是說 你人的素養跟專業要內職在人的心裡 你小朋友人家國外十九歲十八歲十九歲就叫他出去 大學也是他自己付的咧 剛好說像台灣人現在要給老爸老母親的 人家是怎麼教養他們的那個 嚇你死死的對不對 你要有一個SOP嘛 出現的問題就是要有一個仲裁機關嘛 啊你就要教他們明是非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官場文化就是我做官要要你的心事 不然你不懂你就錢來嘛 黑色嘛 但是他們歐美也不是喔 你隨時這個公譜我會被炒猶豫因為我做不好嘛 啊讓TGG也是一樣我講 你一定要把那個中國人 這個第七十年來把你們教學的一切都要放掉 我們要有好的這個 把好的那個根本找回來 啊你做官 敢讓人生福靠福啊 啊你又像國民黨一樣 那個中國的體制裡面 人家就不會信任讓台灣民進化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不同反響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要講的創意 思考跟這 一定要先給大家進化 腦袋進化 我聽說後邊的嘛 對不對 因為國民黨跟那個 共產黨就趕快嘛 尤其是iPad 那個不是iPad啦 那個ECFA ECFA他們都是融合在一起 其實他們本質都趕快啦 他為了要統治他們的國家 可以這樣殘害他們的人民 何況我們是被佔領的人民耶 他叫我們去當兵還這樣子殺戮我們 你 要有那種 怎麼講 你要激勵的心 為了台灣未來 為你們的子孫來想啦 啊他們啦 他們中國人本身也很可能 他們國共內戰後死多少人 他這官方資料是說 六千八百七十九萬 我跟不計啦 官方版的 他都會被濃縮啦 我想說有四千億就沒有 因為中國人也很可能 雖然我沒有去討厭中國人 但是我覺得喔 他們也很可憐 他們 怎樣說 追求他們的幸福啦 這段我來講他們齁 因為改革開放 錢這麼好用的 去找別人去騙別人 這社區 這都是假的 為了要賺錢 這都靠這個押評齁 這放一下影片 雖然時間有剩下 等一下十二點以後齁 如果是大家 十一點以後要去上洗手間 自己自由去上齁 我盡量把時間齁 挪出來講多一點 讓我們來看這個影片喔 這就是告訴大家 你身上的那個貪念齁 怎麼是這樣慢慢的捨出來 捨出來之後 你要怎麼應對齁 你自己去想怎麼應對 這是一個卡通片 不要看卡通這麼好笑 其實裡面 你需要 他了解的地方 我認為這個拖子 開始在外面 要突然跳 你要了解 一隻拖子 可以你們想還是什麼 你看到拖子會怎樣 來看看 挖角 跟你說齁 這拖子就是一種誘惑 你看拖子這麼穩順的對不對 有嗎 有穩順嗎 有穩順や 看拖子 想到什麼 不是 拖子的培 對不對 這好像漂亮 對不對 這樣放拖子 會怎麼 慢慢來看齁 他這裏面的細節 可以讓你省思 讓你反省 讓你反省更有希望 讓臺灣民政府更有希望 這個臺灣不能變成這十年了 這就在試驗你 試驗你的絲 就是有沒有刺絲的心靈 有沒有仁慈的心靈 他們在上面有一個邏輯 他會變文章 他在阻礙物 變文章出來 我倒要一邊齁 他知道他要吃果醬喔 其實齁 他也在把他省 他也在把這兩個兄妹 省 說我可以變文章出來喔 你敢有比這個 這個魔鬼更厲害 人在現在在把你企壇 想說要 好像聚寶城要把你拉起來喔 我拜就這樣 我哪裡彈到 我的大門喔 欸 怎麼沒去 像這隻鳥要吃死了 他 因為這樣齁 就是說化身前鳥 這樣變這麼殘忍 為了錢啊 說他還要吃啦 要吃這個果醬啊 我看他會沒去 他也只好聚喔 他也能撐去外面喔 怎樣要撐啊 外面 夾大還要什麼 牠的五星蚊子比較多 可以變東西更多是不是 所以牠們兄妹也是貪念很大 阿你覺得魔鬼有什麼空 其實牠這個是一個真的一個試驗 大家應該沒得了齁 蟒場什麼都來 蜜蜂還是六個屬都來 妨礙牠吃東西嘛 對不對 變這隻蜍子 那時候的隔壇的東西就是那個 末鐵跟那個羽毛嘛 那不是那個Diamond 轉角 牠為了錢可以這麼殘忍齁 好好好 一直穿啊 牠已經生出來嘛 牠就看 看剛才這麼多 這看起來好像在放煙火 好 沒人放煙火 我可以好好吃 喔 怎麼這麼多 這我想到了國民黨的東山 但是國民黨的東山是接受日常的 牠是台灣人的錢 不是國民黨的 牠把牠們家的牧場齁 全部的燈物全部犧牲掉了 我把牠做頭囉 我現在有錢去保門就好了 你說我還要了 牠們還要給我吃到飽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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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a b b 你現在是 要快點把我這個堂堂的 魔鬼之王 要將被我關在裡面 他所向我以為什麼都在變 你敢不變數一 你這貪心的人你敢變數這個模糊 嘿 人沒那麼猛 這是英國一個動畫家他要讓小朋友學單字 然後他要讓小朋友養成教育 你人格的教育 小朋友知的權利 知熔辱 知恥辱 也是在教化小朋友 那因為我們執政啊 我們都沒有執政過嘛 我們也是小朋友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也要被教育 執政最重要就是錢的問題 因為這個中國的社會 就是黑金嘛 這個金權政治會腐敗你的人心 我們台灣民政府是絕對不能貪污的 那你可不可以打贏的是什麼 你唯一能打贏的 這兄妹唯一可以打贏的是什麼 你全部都是虛幻的嘛 我問大家你唯一可以打贏的是什麼 這兄妹你又是你是老師 你會告訴兄妹什麼 好 我們結束掉 就是你怎麼去應對那個貪念啊 對 因為這個從頭到尾使你滅亡的 就是金錢 現在會使中國這個社會滅亡的就是金錢 所以他們的習近平嚇到要死 我在國家要賣掉了 我就趕快打贏 好像說是為了打贏其實也排除異己啦 讓我們繼續看齁 主要要給大家齁 知道我們在這個匠綱文化裡面齁 你看我們 他不配把我們台灣叫做台灣政府 他們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們這某某報紙 司法體系 跟這個警察體系喔 你看喔 你這個台灣是這個顏色喔 16% 你司法體系35% 是這麼恐怖的你自己看 一半 一半又有存在 我們也勉勵中國人啦 因為有一個好處給他們 還是比較好對不對 我們就希望他們幸福啦 他們有很多 味道人士還不錯 可是就沒有聚集一個力量啦 假如說能夠讓他們 人民改變他們的一個政體 讓他們幸福快樂 我們也 樂於所見啦 你自己要檢討我自己喔 因為你在匠綱文化裡面 這個希臘子的意思是說 天皇委任一個政務官 去教育人民 你知融入 讓你支持嘛 讓你了解 你的明智大開 就讓這國家新興向盧強大起來 所以 天皇 從來都沒有被推翻過 他們在末復時代 那是他們的腳手人 那個 宰相也好啦 就是 主持 為政的人他們在廝殺 可是他們從來都沒有想要把天皇 推翻 為甚麼 他們很尊重天皇 就是天皇 天皇 就是愛民向愛自己的 跟身體一塊肉 我們現在要開始說為甚麼立正 為甚麼 是非常重視 偏偏他們條線 又戰亂連連 後來他們 兩個國家 就定定一個天津條約 他這個國家有問題 你 你叫我我來去 甘義平 你叫我我叫你 結果他們的廁股 在 這個叫做 牙山 彎口 一個 開始在 撞他起來了 小前就是 一個風 到這個地方 結果好 跟拼下去 變成 日清假如戰爭 一百九順 八月以後 正式交戰 來 怎樣 簽條約的意思就是說 他戰敗了嘛 你看前後 有八個月嘛 所以人家 欸 大清帝國是紫老虎 北洋全都沒效 看日本無點嘛 等於日本短短沒有八個月就把他打下來 然後這樣就跟台灣有關了 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跟這個 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這就是 就是那個天皇 英文裡就叫做Emperor of Japan 我要跟大家說 日本天皇是日本天皇 跟日本政府不一樣 然後 大家看到 這就是在中國他們的這個 他們的立役 要給那個日本 台灣全島 跟附屬的島嶼 跟 澎湖列島 這都有 金維度 大家覺得這是 偷偷嗎 日本天皇有偷偷台灣 有偷偷嗎 白紙寫黑字 這是條約 這就是 所以台灣的這個 所以台灣的這個 就是 簽這個 學友 那時候 天皇就 收 有了 不是台灣人的 心想 台灣人自己沒有主權 沒有 日本天皇 然後 你不能說 擁有台灣這個土地 有這個主權 你就不建設他嗎 有 因為 大清帝國 他們在212年 都沒有怎麼建設台灣 是買了買了 九年 還要建神 我們再來笑死人 建神 有一個大家有看到的娘嗎 你那左半部 左半部你五個開墾 你右半部呢 右邊 那就是高砂族 就沒有 建築台灣 整個主權 你也沒有主權 也沒建設 然後日本 怎麼建設台灣呢 我們從 照副口來說 台灣幾個人你知道嗎 你做一個政府 你不知道台灣幾個人 你做什麼政府 你敢不說是 為什麼我要認你做父親 就是因為你有照顧我 報戶口 愛護我嘛 請問大清帝國 會這樣做嗎 為什麼我們要認同 人是中國人呢 我們為什麼要認同自己是大清帝國的什麼子民 還在那邊對他念念不忘 真正對我們好的是誰 照護口的是他 幫我們照護口的呢 第一次 普查是1905年 花了10年的功夫 他有心在做 如果大清帝國 你就無心抵你我 這麼多判 判變的人啊 你判變給你台台的嘛 你屎子外面在插插你 對不對 縱貫線上做的 平溪線上做的 日本做的 不要說少許有中華民國 你在做什麼 那個平溪線那麼難做 在山上呢 你這個 縱貫線 他這個時候 要開發台灣的觀光 做的這個 廣告 下的 最偉大就是這個 迦南大軍 要100年 又湧湧啊 滋潤我們這個迦南 這個平原能夠種出 水果蔬菜 跟稻米 他這個 流域就可以1000多公里 你看 密密麻麻的 他比那個 萬里長城 我覺得 更偉大 萬里長城是幹嘛用的 有沒有人告訴我 萬里長城是幹嘛用的 他們在抵禦說外面 他們的藝族嘛 中國人對不對 就等於是說他們漢人 是把人排除在外的 這種 這算什麼精神嘛 對不對 他只是說 喔他延綿幾萬公里啦 這樣啦 世界遺產 我覺得真正世界遺產 才這個 這裡面要夾帶 這麼多 日本 還有日本台灣人 彼此之間的感情 你沒有這個的話 你現在有米可以吃嗎 外國 外國進口 如果你縮起來 你台灣人不是夭壽 自己賣 賣 賣米跟蔬菜 拔田於義 他是英雄 他才是偉人啦 五千萬的立票 又墜加喔 這個一百年前的 五千萬 日元有多少 自己想一想 好啦 那個四十週年 有辦一個 大家看嘛 笑嘻嘻 又穿得這麼正式 大家看 那時候就把我們台灣 在你四十年 就 No.1 把我們台灣 變成世界 最讚的 這個人民 說你自己看嘛 他跟國營 可以去出場 如果中國人來 你看 我們母 才二二八十就知道了 他1937年4月以後 這都要記起來 這日子都要記起來 下關條約第五條 這是 日文版 給你兩年的 苦惱的時間 你要做中國人 還是要做日本人 如果要做中國人 就把你送回去 你外 最近有一些對國人 還回來 改日本名 這個他們都是有計劃的 你不要說 人家 把你當殖民地 我告訴你 你都是真的殖民地 他就不用幫你建設了啦 啊你 你 就 你招你的稅 賣就好了 我需要給你建設什麼 永久的殖民地 已經不是了 4月 這也要記喔 1945年4月以後 來 來 人家說台灣啦 人家不要說齁 人家以 日本天皇沒有擁有主權 那只是有統治權而已 台灣 他已經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有議會嘛 還有參政權嘛 已經是 永久不可分割的土地了 我要總結 這個希臘子 因為這重點比較重要 大家要先一些 公民的教育齁 所以了解是非善惡 我們來為這個政治的 這個治理來瞭解 中國跟 日本是怎麼不一樣 你一個希臘子 這中國社會 為了自己啦 要愛什麼愛什麼的啦 都 愚民嘛 條件報酬嘛 你來看嘛 希臘子是說 我都為了別人 你只要為了別人 人家都敬佩你了 其實是你的欲求嘛 教育 無私的奉獻 人家就要找 這種情形回覆 怎麼會 對不對 人家現在多多人 這樣 自己去想看 因為現在已經說要一休息了 這要重點要說什麼 我跟妳說齁 中華民國待佔領台灣 10月1945年10月25號 這都等我還會說 這是待佔領日 不是光復節 我還要說什麼 這兩條這麼臆的 也說給大家聽 他們已經密謀要把 舊台幣給他弄掉 可是現成的台灣有很多舊台幣 那時候啦 先把你們換過來 他們就不會去掃就放台北啦 因為他接受日產嘛 他裡面就有那個金錢的 在那個流動嘛 然後你看喔 他知道他們國家 1949年6月15號 那時候他們 王國是1949年10月1號對不對 密謀了嘛 你 新台幣你 定義這樣舊台幣4萬 你這樣有苦嗎 你有苦嗎 造成多少人希望家庭破稅 我們這次抗美案 就是因為 他給數六年 他過十二號 這個 這個中華民國這個政權 跟我們共共跟我們 台立國 那個國家的國籍 跟我們變成一個 那個中華民國國籍 所以現在 抗美案 即將要宣判 我們自己心裡都要了解 我們要接掌政權 你要怎麼去做 開始自己心裡要抓到喔 我不是在這裡上課而已喔 開始要有準備要想法喔 那既新發貨平條約 變成台灣民進府 最後找回我們自己的 這個國際法理地位 就是這個 舊新山和平條約 他在 194 1951年9月8號 已簽署嘛 1952年4月28號 生效 這個 日子喔 日期都要記起來 然後我現在要跟他說齁 舊新山和平條約 三大條 這都要記起來 說給大家聽齁 這篇 這是日本政府的意思 這篇 我想這幾天都跟妳說過了 我現在主要要說齁 那時候 妳如果說是日本天空作 妳會這樣說對不對 如果說要放棄租款齁 Sovity 對不對 所以這個日本政府把他放棄台灣的官 下款而已 不是 主權喔 日本政府哪有主權 主權在日本天皇啊 他這是 舊新山和平條約是把那個日本天皇的權力 拒絕 懸吊起來 他也沒有把 日本天皇體制破壞掉 他只是把他懸吊 他也沒有叫他放棄什麼 然後第二 這個是2B嘛 2B沒有指定收縮國 他放棄 他也沒有說 叫天皇放棄主權 也沒有說他各讓誰 後面都沒有條文了 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有 處分權跟支配權 台灣澎湖 4B 這也要記起來 人家 23A主要佔領全國是誰 日本 日本嗎 不是齁 中國嗎 不是齁 是美國 這到底是跟中國是甚麼關係 在1945年 9月2號 這個麥克 麥帥嘛 叫那個 蔣介石 去接收 FOMOSA 台灣跟那個 法屬的 Indochina North 這是越南 北越啦 我現在要來講重點齁 我說 10月25號是甚麼 軍事佔領 不是光護節 請問 這兩個有甚麼不一樣 軍事佔領是 佔領別人的土地嘛 對不對 光護節是甚麼 自己的土地嘛 光護出來嘛 請問 台灣跟他們的土地 他們有租款 他是 美國委託他呢 台戰人而已 啊大家問說 Who is the Occupine Powder 誰人 Who You the United State Minitary Government USMG 美國軍事政府 誰 就是美國啊 美國是 主要佔領全國嘛 然後 到底他跟 這個集團嘛 這個集團 這個集團的英文 江開學 他們說甚麼 他那是說 他 跟台立啦 軍事 佔領台灣的這個權力 然後他們是 Persibo Edge Relationship 代戰人 他們是代理的關係 這是解密第三 第三步 大家可以上網去看喔 然後他說 到底是要 軍事 這麼多久啦 他叫甚麼 In-depth Knowledge of the military Occupation Ensure 這是很深入 必須要深入的這個知識 才能夠了解 這個問題事件嘛 那他的來源就是舊信山和平條約 你要把舊信山和平條約 從頭到尾弄清楚 你就知道喔原來如此 那到底要接你多久 我是根據國際情勢 然後基本上喔 秘書長說99加99 那麼 就 美國就比那個香港聰明啦 香港的99 沒問題 香港有胖子 哇聰明 到底是99加99的次數呢 乘以次數呢 幾次啦 還是 次方 哇 還有很多年 所以喔 我們看台南要打招 要打招嗎 我們也不能回去 去依然 我們 那個 我們占領 這個美國黨 我們自己 綜合也要 混合 對不對 齁 這個ROC 到底他現在的處境是誰 他是一個 他在了 流亡的政府 他是為他自己 一丘輸牛牛 他就為自己的土地 移嘛 他的 China的土地嘛 到別人的地方了嘛 所以他是流亡政府 開羅會議 波子丹 日本投降書 這個都是意象書 這個是宣稱而已 我也幫大家複習啦 1943年的12月以後 他們這三隻 說要把那個 人家說這個 要把那個 台灣啦 那時候這個台灣 那是說大清帝國 有建 建過台灣的主權嗎 居然要把這個 還給他 你們覺得很奇怪嗎 你建過什麼主權 人家說來講 他這個 日本 Hastorland Hastorland Hastorland是說 淘汰啦 我剛才不是跟大家說 講有淘汰 下官條約 哪邊 洽情說 我是怎麼說淘汰 你這用詞就是很可惡嘛 我說 人家當這個滿洲國就不理他們了 我們講 FOMOSA跟 Prescaturus 就是澎湖 我們來講 1943年12月1號開羅會議 就是現在 你說 他說一九 一數年 你 你那個日本跟太平洋 你的土地 都跟土土出來 你這現在 應該說現在的事情 你怎麼去講 這個 30年前的事情 還要講到 50年前的事情 因為他要 把台灣說要還 憑什麼要還給你 這個蔣介石 你說 他們要講也講 一個例子 你又講到30年 近年又講到50年 你這個 開羅會議 不是這麼 有夠陷 這是我覺得 我提出來的質疑 他說要返還嘛 Restorate 就要 To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ROC嘛 如果條約 絕對不會寫 Restorate 他們要 Set to 還他在等著戰爭嘛 戰爭結束 就是1945年 投降 真正結束 是在1952年4月18號 因為 簽了和平條約 大家就要平息了 其實戰爭所有的怨恨 所以大家來看嘛 而且 沒怎麼說是 說我們已經實行民治憲法 你這開羅會議 就 完全都不了解台灣的狀況 就是說 要把台灣給人 這不明記名 這是在說 依據第八條 卡羅會議第八條 日本才擁有它四個 本島的主權 其他都是被佔領 他在說這個 我說 他簽名嘛 代表 這個崇光國代表去簽 這個在中國 去簽一個投降書 這個也是異鄉書而已 然後他去向 所謂的這個蔣委員 我告訴你 他是一個中華 不是中華民國 是 代表 盟軍的統帥 說 你來中國受傷 就是在打輸了嘛 大家知道嗎 這是太平洋戰爭 他們中國戰去 帶來叫 日本打敗 他們帶去 走去中興 秘書 那是他們 美國給他叫出來 說不然你好好打台灣 我這開羅會議給你贏 台灣給你 好 他們有打 他們有打 他們有可能打贏日本 如果要打贏 帶來打贏 那是英國 這個跟美國 他們這個同盟國 給他叫出來 正經說你打贏 為什麼就在和平條約 不是在 你們九戒九陰的 你們國土去簽 怎麼會是在美國 你有打贏嗎 你用這種反 反過來去想嘛 所以 日俗美戰 說得清楚 現在 你分辨是非 還有一個媒體 在操縱台灣 大家先來看這個 我要給大家測驗 假如能夠從這個牌裡面看到 這個破綻的人 我覺得你們擁有一些智慧 或是說你們以前看過 先不要講 我 你把這六張牌裡面選一張牌 在你們的心裡 我一定會把你們那一張牌 所有的人都抽走 你看出破綻我就覺得很佩服 你沒有看過 你應該從來都沒有看過 這樣才準喔 你們選了嗎 選了沒有 有沒有跑掉 有沒有 那有人告訴我什麼原因嗎 有沒有 有沒有人看出是為什麼你的牌會不見 蛤 你看嘛 他這是新七對不對 啊這梅花六對不對 你有沒有記他的牌 還是你 台灣人都是用四肆而飛 八就八就不去看他這個花色嘛 他剛才七是什麼 心愛他這是梅花 你媒體就是在 變這個 變這個有的沒有的 是四肆而飛啊 我就是 對啊這就是七啊 啊十七的來賓是誰的 這就是對 來賓是誰的 他有用很 很道德 媒體的道德 素養 齁 他去告訴你真相嗎 他跟他說 點到這樣 你女兒跟人家騙了 全部都是他 他們的旁白全部都是他們記者在講的 齁 所以他把你六張牌全部換掉 重新洗牌 而且是不同的剛剛那個花色 再抽掉一張就好了嘛 對不對 你這些東西可以這樣娛 就是可以這樣娛樂啦 但是你假如 用這個來用貪婪嘛 因為 就 就以後嘛 就跟那個 姊妹 就是那個兄妹一樣嘛 就貪婪 你至少死路嘛 對不對 啊你媒體到底在報什麼 六個訴告的啊 重點在哪裡 啊你來看看嘛 這就是媒體 媒體 你看 明明是這個在殺他 結果怎麼變成他在殺 另外這個呢 行兇的人呢 所以呢 適時善惡 請你要分清楚 啊你跟這個上帝 任他做上帝 說媒體 台灣媒體趕快改變 啊這個恐龍是誰人 這隻是誰人 這隻是誰人 啊你怎麼還帶不出來 中華民共嘛 啊這就他們製作出來 你來說拜託的 你這個 NCC 你這個 你們政府 趕快管媒體 啊你這個 他本身就是恐龍了啊 你叫他幹嘛 對不對 你是要把這恐龍 搖掉 哎 恐龍會把我把我把我搖掉 啊日暑美戰啊 這隻鹹就把他抬掉了 喔你不要笑喔 我們的日暑美戰 記得我們這個法理是很銳利的劍喔 我還要交三把劍給你們 怎麼看這個 他們311 去救援的人嘛 有中國 有美國 哎 韓國怎麼沒人 哎 台灣怎麼沒國際 沒有國際 老媒體 他知道嗎 知道事實嗎 台灣也不是國啊 他也知道說 這個救援的這個集團 他在簽名嘛 哪有可能拿他們的國際 他來這裡炒 啊韓國不是 還要來啦 還沒統計而已啦 沒有那麼多深仇大恨啦 你看他做一個紅子 這個紅子 沒有國際 網友說他做一個紅子 這叫做婉良啦 跟他媳婦名啦 吼 啊我們台灣是不是 媳婦名 人家哭我們自己 要打拚 他一個 一個那個什麼 外交政策一個雜誌 說 我們的媒體是什麼 What Taiwanese are getting fed up with the islands Sala's 什麼意思 他就是那個黃色的啊 那個又青又 又臭那個腥味的 腥色 補這個有的沒的啦 In your face media就是你面對媒體 你看他就用這種 給你轉移啦 不是說 哪個出軌哪個小三啦 那個黃色小鴨啦 說這個有的沒的 這樣轉移你的視線 就把我們洗腦 你真正你腦筋 擁有這麼多的潛能 剛好 把你提升了有嗎 都是媒體 歷史教育在搞台灣人的鬼 啊你不警醒嗎 你不醒過來嗎 那有一個外國的老師說 啊不然你 出個題目來 考考你們 這31題你會幾題 你網路上網 自己去考自己 哇啦 我有看 我還要50分而已 所以喔 我們關心台灣 我們關心國際社會 關心台灣 我們要遠見 最重要是法理 你要更重要 要更了解 好他考我們 好我們來考 也考台 考這個英文老師 我們也考台灣人 你了不了解 台灣 現在的 國際地位 你們了不了解 台灣現在的國際地位 你來台灣民政部 就直接讓你了解 很多講是不停的在放鬆 就是不停的加強 你們的信心 你們的想法 你們 就是把這個法理要 藉著你們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這個成員的力量去推廣 好我們現在來思考 重點在這裡 你的大腦 大家 達爾文 這個桌子要說的 它是說 這個大家都知道嘛 它就是這個紅棍不夠長 吃不到這個船子 就死去 他就說 這裡有很多基金啦 基因啦 說不對齁 基因 基金在裡面 讓大家笑一下 才不會愛睡 齁 啊到底齁 這個最強 一個人都淘汰掉了 這就是誤盡天責 最強的人流下來 最好的基因 都流下來 這是誤盡天責 請問大家 大家是不是 最棒的基因對不對 是不是 對不對 還有來的啦 讓台灣民政府的所有成員都是最棒的基因 對不對 有 齁 方法在想 想說 哪一個方法才好 後來他從這個用方法啦 這個雞腳 就可以吃 第二次又這樣 他該不會再去想 不會吧 馬上雞腳對不對 就是說你那麼多方法在想當中 後來你找到一個改革的問題 前後你就用這個問題做一個 模式 你就要改革 下一個問題 更多的問題 所以這要不要說大家 經過自己的疏忽 自己的進步了 你有一個 一套方法 一套方法了 你要不要根據這個方法 來改革問題 齁 啊這個 巴薄他這個要說什麼 就是我們的神經有這麼多回路的 齁 這麼多回路的 這麼多回路的 但是當中你需要用的時候 你有一個方法出來 譬如說我現在齁 人最原始的就是說 車要過來 過車路對不對 車要轉過來對不對 你敢不叫他撞 會不會 快動起來 那個就神經反應 那也就是說你腦筋齁 那時候腦筋 腦筋馬上在想 當中你馬上一個方法 那燙對不對 你去摸他是不是馬上就叫你來 沒有你給他撞到對不對 還沒有撞到撞 不會嘛 就是大家要訓練 在這麼多回路當中 你有什麼好的 第一個最好的歡迎出來 這就是他的理論 啊這是要說什麼 我們現在講的是什麼語言 台語對不對 還有現在北京的議員 各有的人會員議 還有日議對不對 我們會有很多議員喔 我們會學習很多 學習就變成地執 我們的經驗 現在就變成財政的東西 你敢不去 你以為要適應環境 你不會跟格格不入嘛 因為我有這麼多議員 我可以應付 這麼多困難的對不對 人啊呢 我今年還可以去改變他們 創造發明出來 他的意思是說 我這麼小小的腦容量啦 好像說這樣比如啦 你不斷地打拼合室 我的腦容量 我的腦容量都出來了啦 我類似解釋是這樣 你就擴大你的 知識領域了 你的能力的對不對 就是你不斷要去合室 拜託大家回去 不斷地合室 你腦容量就會變大了對不對 你就可以適應環境 又可以搞 創造發明 對不對 我現在講話接收 你的儲存 跟分析我講的對不對 講完之後你咀嚼之後 你會控制說我要說什麼出來 還有 輸出嘛 我要說什麼東西 這就是大腦的五部曲 這 右腦左腦 個別都負責 他們 該處 主要他們兩個不一樣是 這比較空間 跟 情緒的 然後 這個是就是 比較有創造會想像的 然後這個是記憶語文 跟數理方面 你左手去右手操縱的就是剛好交叉的反應 那有人是我一半一半 有些人是我是比較偏重數理的 比較偏重創造的 這個要說什麼 這個要說什麼 我們的神經的反應是說 這樣都點自己 你這個A電位 沒辦法達到C電位 我沒有功能出來 No response 然後這樣喔 我接觸了這個B電位 之後 蹦出來 刺激了我 我達到C電位了 你知道我已經 有C電位了 我就沒需要B電位再給我刺激了 我這個要說什麼 我們要接受一些刺激 改造 改變 去努力 不要每天的 吃飽睡睡飽 又再吃對不對 然後 我去扁手後拉 然後又吃又拉 你就是過純粹就是生物的生活 我們要自己有理想 我們自己未來要追尋嘛 我等一下再去 再比喻 我們有背景資料知識 形成我們的假設 假設大膽假設沒有大膽 雖然說幾世紀前 曾經說地球是圓的被人家攻擊 那個 哥白尼 雖然他沒有死於火刑但是 支持他的一個殉道人士一個宗教家 他被火刑了 當下是很多人 覺得你是邪說 以這個 他們的宗教就是 教皇的組織嘛 你不可以明明就是平的怎麼會圓的 當初會被事成邪說 可是他真的就是真理 所以 有人認為台灣民政府 是詐騙集團是怎麼樣 把我們說得一文不值把我們說是 騙子 可是你知道 這是真理 真理就是真理真經是不怕火的 你說是不是假說 台灣民政府提出來他有 有這個脈絡可循 我是 比喻這個比喻啦 你現在當時 被人家否認的 可是 將來就是真的 所以我們對於 現在所不可能的事情我們要 純粹要很虛心保留的 這種心態 不斷透過我們的觀察力 我們的毅力去堅持你自己要的東西 齁 我說 啊你 我剛才說嘛 那個店位大家還記得嗎 你都沒有改變啊 你沒有改變怎麼會進步 你批評這個政府不好 你怎麼不去改變 公民運動你又不要出來 你又不表達你的想法嘛 神經病就是你一天都到晚再 重複嘛 你說我希望天下能掉 下來什麼禮物給我嘛 我都說漫畫嘛 我現在又回到這個店位 這就是漫畫 你都沒有改變 你想要改變啊 你去學習 你去打拼 你自己台灣民政府啊 你有新的東西進來了 你達到了西的這個店位了 至高無上 法理第一 法理就是真相 就是台灣未來要的出入 就給台灣未來子孫一個希望 你有這個崇高的理想 你就會覺得我要為台灣打平 因為你的店位你的腦容量 你的大腦已經到到天邊了對不對 我不是默默不聞 當然在底下嘛 然後別人沒辦法 再去更改我 別人也沒辦法刺激我就到這裡來 因為我永遠都在這裡了 所以你不要一直指望說 唉唷 唉 你不改變啊 就要等人家去改變 那你又不支持 你在幹嘛 你不進步 在陷老闆 哪裡在賺 你打拼才會死 他就說老闆你怎麼 怎麼賺到這麼多 我就要這麼辛苦 老闆就說 不然你站起來啦 我都要比這個比喻啦 我說站起來 你 有債條來給我吃 給我煎一下 我給你煎喔 我沒辦法要怎麼辦 沒關係我 我處理給我煎 人家給你煎 我手給人家給你煎 他煎到要煎的時候 老闆就跳開 他去煎到這個壁 老闆撐在撐在哪裡 你講在那講在哪裡 你會打工人 我沒有傾視工人的意思 我會說 工人也要動腦筋嘛 當你提出願景嘛 你等一下討論壇有什麼辛苦 你提出願景了 你有原因在哪裡 原因就是你根本沒思考啊 他還養你耶 你不思考的人 那你只能做土工啊 你都沒去思考 沒去進步嘛 所以我要說的是 你要進步 你要改變 你願意去改變 我叫你改變你也不會改變啦 你自己願意改變 人家這個愛迪生 他有改變嗎 不是在實驗呢 因為假設呢 你看 你看 他在睡覺都在實驗室 你看 從他生下來 小時候到他 還蠻英俊的齁 你看 都在實驗室 中年 老年 還有更老的時候 人家愛迪生 他發明了這麼多項 你就在做什麼 你們在做什麼 你不可以說我有這個想法 你沒想法就寫起來嘛 創造是什麼 就是你很專注去思考 我到底為什麼要來台灣民進府 我沒有在什麼 那我現在對這個 交通 我想要來改變 我為什麼要交通用比較舒暢 我有一個 希望說健保 這個能夠對弱勢團體 有 就是說 劃病弱勢團體 真的用在刀口上 而不是讓那一些 根本就是小病的人 來醫學中心看病 就在發說 為什麼要交 五、六百塊 小病你就去到小診所去看 你要用到 這麼大的醫療資源 你當然要 使用者付費 你還在幫我問 有一個病人幫我問 說你怎麼收費那麼多 我給他看一個 感冒而已 我就問他說你感冒下去 診所看就好啊 你來我們 區域醫院 區域醫院 我們就有分嘛 部分負擔多少嘛 你還有診療費 也要付錢 檢查也要付錢 你別再說 健保局 健保 給你 鄉修你再來說 怎麼想我多錢 其實 這個他只是負擔 掛號費 其實他是 健保買單 他只在問說為什麼這麼多錢 你知道嗎 健保局買單 啊你就被養得肥滋滋的 然後在那邊省問我們 我受不了啦 因為現在台灣人呢 竟然你養尊儲優 都不知道說 英水輸完 我們來講這個 就是我們頭腦就是要頓悟嘛 這我待會兒再講 Open 就是把你的構思想出來 創新 然後我們這一個過程當中的思維 去去做開始 你故事來看寫起來 去做 做了提出 實際的企劃案 去運作 你看看 耳目意識有沒有 我怎麼做到這樣 我看我頭一天看這個 這很有巧思 你看沒什麼 但是你做得出來 這貴在創新 這貴在創新 本來這是平衆的樓梯 你家有工作人員說 我來做一個試驗 大家平衆的時候 要做這個手扶梯 他在做這個 好像鍵盤的 你把它站下去 有叮叮噹噹噹 那個鍵盤的聲音 後來呢 他們改變了66個人 他的習慣 30%的人走吃 60%的人走吃 以前是 可能 十四二十%走吃 差不多 八九十%走吃 所以你的創造發明 可以改 因為樂趣 改變大家的行為 有一個影片 我們沒有時間放 那哆啦A夢 怎麼拿漫畫來當題材 就是漫畫當題材 很鮮勒 居然一個哆啦A夢 他的 他的四方口袋裡面 四次元 居然可以 讓這個作者創造這麼多 有趣的東西 這個有趣的東西不是我們看看而已 這個你無限的 這個想像的空間 你還會根據這個idea去發明創造一些東西出來 齁 你看竹蜻蜓 有沒有可能以後有沒有可能 我希望有可能喔 不過以後要交通管制喔 啊這個 時空 到另外一個時空有沒有可能 有人現在在做喔 我保留啦齁 好像不可能喔 可是很難講喔 他有一種例子把你弄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也可能啊 這是弄到那個時空的時間嘛 這是把你的人弄到另外一個地方嘛 啊如果我有拜就不用 不用頂機票了對不對 我老任一門 我都 旁邊就是德國 旁邊就是美國 那你無限空間想像喔 那你無限空間想像喔 啊這空氣箱也是啊 這在做一個那個 因為空氣箱可以做一些 像那個散彈那個 漆彈也是這種 就是 他這個想像喔 海民城市大家知道嗎 知道的人 有人要起來講嗎 台灣人發明的 優秀喔 怎樣 他讓台灣的地 有呼吸 他分三個層嘛 這個是粉凝土 然後這個就是 碎石層嘛 這個是擠水層 意思是說喔 這個漏水 滴在那裡吃對不對 他就這有 真的 空氣的對流 煙囪效應就把你過濾 你出去也是新鮮的空氣 新鮮的那個水氣 啊他也可以把 台灣這麼高溫 可以降溫 然後還可以蓄水 台灣沒水的時候 這邊還可以給水 台灣人發明的呢 你看 台灣人優不優秀 你說台灣人可以說 把自己這麼 那個 幼良的品種這樣埋沒掉嗎 以後我們一定要 綠化我們台灣 都做 這種 地板 不是柏油路 柏油路喔 官商勾結 台灣現在 才幾個地方做這個 所以你有沒有idea 做出來就好了 這麼簡單 這就像過濾器一樣嘛 過濾完再回去 讓台灣人去吸收嘛 這個美好的空氣 還有一些水資源對不對 你看 做這個 褲殼就可以做這個功能 為什麼不做呢 而且就很便宜 再來 這就是醫學方面的啦 在牙齒裡面做這種 這種刺青 可以看 細菌長的樣子 然後用這個 戴你的眼睛的 如果說 有那個老花 你黏一黏一黏一黏 它幫你矯正 跟進你的度數矯正 哇厲害 還幫你做一個 人工飾網膜 這3D最好笑啦 不是最好笑 是最猝蜜啦 3D 列印大家知道嗎 有人知道嗎 這樣有人可以說 3D列印 是說 以後都不用器官捐贈 最好啦 還是需要 他現在在列印什麼 他現在在列印腎臟 他現在是在說 他斷的列印腎臟 他這個就列印 人體的器官 然後人體器官拿來 就模擬現在 我們實際人的腎臟 然後再加一些 功能進去 拜託 你變單身 3D列印一個心 你看這科技 科技這麼厲害 你不要笑喔 你現在已經在做囉 這什麼都可以列印喔 不是只有內臟 我是根據醫學來講 他什麼都可以列印 就是立體的東西列印出來 再附加他的生命力 他都沒有生命力 他怎麼放在我們人體裡面 所以你看這個醫療技術這麼棒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喔 那今天現在半個小時 這個屬性列舉是說 我們原本的東西 生產東西一定要是 從另外一個東西衍生的 他不可能是憑空 想像 也有慢慢去發明出來 也有 但是通常我們要去 改變一個東西 從A的東西 破壞A的性質 應該說改造A的性質 變成B 有心靈的東西出來 就他自己本身有本質嘛 就像我們 做文章 做paper一樣 我參考 ABC 然後我有新的創建出來 就是參考 一個物件 然後再有新的物件 產生出來 那你這個物件你去做分析 名詞的意思是他本體是什麼東西 他性質是什麼東西 然後形容是說 你對這個物件你的形容是什麼 那這個 動詞說他的功能是什麼 那分別有三個大類 麻辣鍋 請問一下 他的物質材料 製法是什麼 他的本體嘛 還有你怎麼去形容 根據這個來形容他 那這個 動詞機能你怎麼去形容他 麻辣鍋嘛 物質 那個鍋子跟那個 瓦斯爐嘛 材料是什麼 這什麼 這什麼 這就是他的本質是這樣 你想要 你現在你是老闆 我這個麻辣鍋 我要創到全世界好吃的 你是不是要先了解他 他本質你是不是要先了解 你才可以創造發明 你因為以前古代人的 這種口味 你要創另外一種口味 來 你心中他的誇張 一個一個列出來 我才能夠改善嘛 對不對 你的本質嘛 哎呀這個 用瓦斯爽味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那個 什麼 電磁爐對不對 這個實材 可以加一些什麼 爆香下去 如果不入味 我們加一些什麼東西 這下面一個還會講 你先把他看鍋 都嚇出來 喔這這樣太危險了啦 你吃麻辣鍋太危險了 要怎麼改善嘛 這煮太久了 都嚇壞了 怎麼好吃 看點你會出來 再來 你希望怎麼改變 這就是你要當一個大老闆 你說要把麻辣鍋改造的 你可以賺錢對不對 然後說用電磁爐嘛 那個 親自挑選什麼食材 還把什麼撩下去 用肉的 我可以改一個方面的 我先把東西炒的 還把它彈進去 沒有人這樣啊 這是我的想法啦 你可能覺得跟時上沒有 時下沒有辦法去做 你要 就推翻傳統的做法 嘿 這樣 我要怎麼做這個養生美容 不要那麼陷入 有那個味 還不會破壞我們的身體 讓你慢火來 燉 煮 這樣 你有改變 這樣你是師傅這樣 你有認真去做 你絕對是人門庭弱勢的嘛 這是一個數位相機要改變 你覺得現在的數位相機要改變什麼 這裏面有別人寫的嘛有我寫的 你寫的越誇張越好 誇張算是什麼 假設對不對 假設你就要把它實驗出來啊 你也不是人誇張到沒有理由吧 我所謂的誇張不是漫無天地的 你可以透過不是 時下可以辦得到的 你做一個目標 選擇然後去 把它突破 把它開發出來對不對 來 給大家參考 這也是有特性6G法 缺點要改善什麼 現在要說這個味道 我們直接進入狀況 這個橡皮擦跟鉛筆 有人發明喔 所以我們不會找到橡皮擦 這樣你手機請問你現在的手機 大家都有嘛要配個手機 請問他還可以翻譯嗎 還有附屬什麼 你 鉛筆可以因為結合他有附屬他這個 橡皮擦的功能 你這有什麼功能 有人可以說嗎 說幾個吧 你手機上面裡面有功能是什麼 你看人家都可以說的 還有年輕人的 有喔有喔有 還有呢 對啊 你看 我們台灣人就是太 沒有 還有很多啦 還有很多喔 我是在說這個 這個我自己 這都可以想完的就是 大家 去思考 不要等別人 手在說 外國人家 小朋友都是這樣 他們不會頂會背書的 他們很會發問喔 他們會舉手喔 老師我啦 老師 不是我 不算的話 你說我 大家怎麼怕手說 你 你願意把自己的想法分享出來 那也是分享 齁 台灣人就是 叫他 乖乖乖乖乖 走到要死 不敢挑戰老師 我給你挑戰沒關係 我說話太快啦 這是我齁 我有點急 然後個性 就講得比較快 這有要快點 你也可以說 江蘇你講太快啦 說到這樣 喔你不要起分就 聽到中國人 你又起到要死 你可以慢慢說 我慢慢說 因為都有課堂 課堂就要學習 學習就可以進步 你看你手機裡面有沒有這個東西 還有更多 你有這樣想 人家可以創造這樣 智慧型手機 來撿一撿 我如果把這個手機 刮起來 現在不是這個 我做事情把它撩住了 對不對 你這個背心 我已經說答案出來 你這個把它裁掉 會是什麼 背心嘛 對不對 隨時變成背心嘛 這小東西就可以變化 這樣 觸味的東西 啊陽傘嘛 小客車可以做什麼 變7人座 20人座嘛 各種 現在那個什麼 捷運也是嘛 還有什麼普悠嘛 公車啊 高鐵嘛 來 說一說 這我本來是 沒寫出來 我給我 我想想的 給大家看嘛 你這個 電視有壓縮的嗎 壓縮的變你手機的東西 不是 你去看一個東西就看電視 電話 啊就是電話 就是智慧型手機 這是壓縮嘛 去想嘛 電風扇也可以壓縮嗎 你可以想像喔 手機可不可以有電風扇的功能 沒有啊 這開玩笑 目前 你去想像啦 這都讓你 這都沒有給你什麼責備的 你去想像 現在有小型電風扇有嗎 還有冷氣機 冷氣機也可以跟著你跑喔 以後可不可以 可以做到 現在冷氣機可以 可以四處保的 你有沒有可能去發明 可以隨身攜帶的 那更厲害了 讓你想像空間 這樣我們也說奈米技術 壓縮嘛 做晶片大家都知道嘛 還有這個 化療藥物的target 就是說 你做癌細胞 你做這個奈米的東西 你吃下去 他就去攻擊 主要去攻擊你那個癌細胞 你正常的細胞不會因為 你吃了這個抗癌的藥 身體會受損 就是 target的意思是說 我集中攻擊 我當那個癌細胞 幫你治療 還有那個 你擦有奈米粒 紅外線我就穿來燒燒 這就是壓縮技術 奈米技術嘛 改成吸塵器嘛 你配的 配的要怎麼改善 會改善什麼 對 還有沒有 走路會比較快一點 喔 對 還有沒有 滑鞋 滑雪鞋呢 對不對 就改造發明 讓人類的生活過更好 還有 比較有趣的 最近不是有上映一個電影嘛 我來再穿那個鞋子 我現在來穿那個什麼 飛躍 飛躍什麼 我們是杜鵑窩啦 飛躍的羚羊 那個什麼 這陣喔 我去穿他的鞋子 我會變 飛躍的羚羊 我現在穿一個高跟鞋子 我會變成一個漂亮的女孩子 會不會 這是 這是一個 一個想像 醋皮的地方 還有說 我穿的這個鞋子 可以背起來嗎 會不會 就想一想 我這個汁就比較優雅高貴一點 你這清淡的東西 我這個飲料什麼 可以 變成又健康又吃起來舒服的食品 對不對 你這雙節鞍可以做什麼 你這兩節 他可以做三節 車廂可以連結 對嗎 加大大工人嘛 這這 瓜糊刀做到 電動雙毛刀厲害喔 喔 可以鑲在手機或是 鏡框喔 他會刺激 市場 的發展喔 代幣嘛 我們光碟也可以來做 一些 磁鐵 記載東西 ATM最好用了對不對 全世界ATM都可以用 所以不用我搬那麼多錢喔 小朋友容易 遺失嘛 我們不是把他當作小狗狗啦 我們是希望他不要 就是在我們身邊不見嘛 那你可以把這種概念 放在電腦 放在電腦 他可以附屬什麼功能 A變成B 校正功能啦 符合人體工學啦 更方便使用對不對 好我們這背信可以用反的 我們現在反的東西可以有什麼 讓大家想一下 有什麼東西可以用反的 然後增加他的 經濟效益 相反的 或翻轉的 對對對 我個人想到家具 大家都知道嘛 這沙發可以被面穿翻過來對不對 空中飛人嘛對不對 A端到B端把他接起來 他能夠再翻幾圈不是更厲害嗎 你只知道這種翻轉的概念 你不要說枯燥 我就要1想到2而已 我只要1又變化 哇 45678的樣式出來 就會吸引顧客 刺激經濟對不對 這生病座一定要有一個空嘛 最早不會走出來對不對 這是限制的概念 他這次 比較 講求的是經濟政策 但是我要說的 可能我們外勞 你引進外勞也要限制 不然他搶奪了我們台灣的 員工的工作機會 這是一個限制的政策 我只講那麼多12法則 就是要你去想 當你要做人的主管的時候 你有什麼變化的資訊 跟對方來溝通 那也是可以運用的在裡面 好 你要請客 來這個12行 你的口味都來改變起來 你做一個很棒的派對 對不對 我今天要再說這個 來 這個就是 任意角度 就是新社嘛 我們法律這樣說 他叫做1 口氣叫2 卡片3 鐵帳就是筆記本 電話就是電話嘛 啊這Taxi 這黑色就是運作 這三路 你把這個記起來 你一般的台灣人怎麼 台灣的學生怎麼記 我只記起來就好啊 你怎麼記 我只記起來就好啊 你有沒有記的技巧 然後我就這樣記起來就好啊 其實他有記的技巧啦 一般我們 就是土法鏈 都記起來 他在穿下來 你就記這個嘛 但是有日本人 他怎麼搞成 都可以說一個故事 給大家聽 我現在是跳過去 人的思考 有這個 向外面 放大思考的方式 也有像放射這種思考的方式 這是九宮格 這種思考的方法 這就是 泛語 的 衍生出來的 就是你獲得真實的本質啊 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向外面 思考不是向下面壓制 這段你教小朋友也是要向上面去讓他發展 有到空間 去思考 創造發明 不要把他壓得死死的 這個也是啊 不要用數學理化把他壓死啊 你反而用放射性去教他說 這個歷史要怎麼發貴 你再放射過來一個 八格八八六十四 有六十四種方法 而且還不止 這要教大家新制圖 這過來就是 就點死了 就死在這邊 這個像腦筋一樣 像電傳導嘛 我們是不是有那個 神經元傳導 新制圖就是類似這樣 把它傳導過來 然後在有關 主要的主題在邊 這邊 附屬關鍵 關鍵來邊 加四相關的東西 再延伸齁 這個齁 等一下會再講 延伸出來 他是 不會給你限制 讓你自己想到什麼 就想到什麼 想到什麼 然後這個齁 像花瓣一樣 在旁邊這個主觀是不是像花瓣一樣 這個就是 Brand就是 大腦 這花瓣一樣叫bron bronbron 那bronbron後面 再延伸出來 我舉椅子來講 他可以延伸這麼多東西 你可以想像這麼多東西出來 這就是 這個就是一個像 flor 一個尾巴出來 bronbron 讓你去想像 跟你自己有相關的是什麼 我要去旅遊 我的 我的那個bronbron 就是說我這個要準備 還有保險 行程 時間 還有什麼 地點哪裡交通 我放射出來 叫bronbron 我要做什麼 你有一個概念出來 你如果從這個新日圖出來 你要做事情才好做的 我現在做主 到底可以用什麼 開花啦 我要讀書啦 要照大眼鋼 做筆記 這都可以用 怎麼用你把它寫出來 相關的 然後延伸出來 你想像他跟他主題有關係的 就延伸出來 放射性 把它想出來 這個也是啊小說嘛 我發現 他有這幾個主題 就是這些主幹 就是bronbron對不對 那分出來 我再把它延伸 就flow嘛 你 歷史嘛 地理嘛 你讀的 什麼文章 你都可以用這個 把它詳細的分解出來 你就對這篇文章 對這個 學問你會了解得更特寵 新台灣人有拍照嗎 來 你把它分類 這樣就好了 中心思想就是日俗美戰 你把它延伸出來 什麼支持 日俗美戰 法理法條 你都把它 寫出來 延伸的道理是什麼 企業也怎麼這樣做 這是那幾年我百度在疼 我寫 到底什麼原因 健康管理 這跟一個俗子一樣 也是一樣 類似 這個新制圖 我們看一下這影片 好不好 按一下 剛剛那個 鐵丘啊 或是 Taxi啊 你要是怎麼記的 這也是一個 b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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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一個那個 他們的法國大革命 用這樣來讀這個歷史 Taxi 呵呵 それは六番目だな え 我怎麼記 你想像一個親戚 我怎麼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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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 六番目是電話 七番目是温泉 すごい まあ バラバラの単語 覚えるのは非常難 ですから 特別講師の先生方 皆さん こういうやり方で 覚えられたはずですね 例えば 伊能先生と生徒6人が 新潟に旅行した 電車の中で 伊能先生のおごりで コーヒーを飲んだ 駅に到着すると 一郎くんのカメラで 記念写真を撮った その後で 手帳を見ながら 宿に電話をして タクシーで向かった 着いたら 温泉に入ろうと思ったら 先に 猿が入ってきた あなたの 記念写真を撮った というように ストーリー仕立てにしたら どうでしょうかね なるほど 今度数年を撮られたかも 俺が覚えた 何かを覚えた 子供が無理をつめ込むのは 苦痛ですからね 映画をも 何かも 感激につけて 鎖のように連結させると 思えやすい 你赴い 這個 学問 是一個活的東西 他就会 跟你的脳筋 要活出来 メモリーツリーだ 你用文化 不知ら 你用法国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 做一個中心的主題 然後 這個是ブロン 他的主題 是什麼 先寫出來 他的次要 關鍵 主題 就是 法国大革命 這個是 關鍵 例えばフランス革命を例に ちょっとメモリーツリーを作ってみよう 延伸出來 這是 ブロン ブロン 你就把 他們的法国大革命 這個歷史 就記起來了 對不對 需要實際嗎 なんか 楽がけみたいな 可以用這種方法 這也是新制度的一種 他畫的是像樹木一樣 絵やシンボルを使ったら 左右の脳を 古いに使って記憶がない 左右大脳不一樣 呈現 絵の印象が強いければ な 那我們下一張 無脳で思い出る可能性がある その 無脳 我們現在再把它切掉 重點就是這樣 不要使計 然後再來我們 也有魚骨圖 把一些問題的方式 用魚骨圖呈現 像這個 像這右邊的 就是我已經發生的東西 就是 我有 計算 然後 去做了之後 我發現有一些問題 我在檢討問題 然後這個是 我先check他 C就是check 然後做了之後 我發現 什麼需要改善的 就是育嬰式的 的原因在這裡 我先發現原因 可是先發現原因的人 都是先知者嘛 他都先知道這個原因 誰 大家人家說 嗯 不吃不吃不吃 不會發生 事情 為什麼你說會發生 那就會競競攻擊 但是我沒有感覺 你如果可以發生 育嬰式的這個問題出來 你就可以叫這麼多人的 譬如說育嬰 好 我看你吃的 我先育嬰 有什麼 風險 可以 劈勉 你就育嬰式的 去檢討 解除障礙 這這麼多方法 這是我統整 你有一個idea 你要 他有什麼獨特之處 你的目標 在哪裡 你要改善什麼 當你沒辦法達成 這個目標的時候 你有跳脫的計畫 這全部 我這 中心思想 你的idea在那邊產生出來 再來 這個blown 就是這個花瓣 重點給你 下面讓你回去自己去想 floor 對不對 提案制度 這是我最新增加的單元 改善 就是改善的意思 Change good 啊男方男方想的都不一樣 那是漫畫好笑 男方說 男方都要吃東西 守住他的胃 是不是我這個米包 可以用種子去做 因為我們米包都用米粉 男方就想吃 然後女生就想到優生學 這個小孩是不是可以 優生學概念 對嗎 所以 你要怎麼just what is 的 改善 這是拼音喔 你有什麼 方法 要改善 這個知識的改造過程 不斷的被創造 然後被儲存 然後被儲存 再創造 你腦筋就一直在thinking 然後就把它 拼出來 你有什麼好的制度出來 齁 Check 就是 PDCA 齁 你這個建構的思想 Open 我剛才說 開放你的建築 你的思想 有計畫出來了 然後你有沒有創新的想法 去做 然後創造一個實體的東西 再去check它 然後你追蹤 你去做了 這是我再把它添下去 這裡就是 創造商術 它的重點在這裡 然後你一定要有執行力 不然你就是在那邊 反覆做些事情 對不對 我說的 PDCA 是站在管理 然後這改善是 C Check先嘛 你check 你先改善 就是育應式的 我先改善什麼方法 用更好的方法 去解決 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這個是 我正在管理 有什麼好方法 再回來check 的意思 那這個有五大的 五W跟 一個H 是改善這個來探討的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簡單的 它是63W 為什麼我要有這個構思 我要怎麼去做 這為什麼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為什麼我應該這樣做 為什麼有問題出來了 那這個就是 到底什麼 你要去思考 時間 地點 跟誰嘛 誰要去做 我為了誰去做 然後我來解決 有一套計畫 我如何去把它做好 再來 你這How much 跟How many 其實是可數 跟不可數啦 我花費多少嘛 我下面是花費的人力 物件 東西多少 我們還剩下五分鐘 然後你這個 有管理的點子 回去炒菜炒不好 食材不好 火燈的不好 回去再改 就不斷的改善 然後這個也可以用心智圖 把它延伸出來 後面Flow 大家回去想 看看你有什麼企劃案 大陸不平啊怎麼辦 缺水怎麼辦 那我用這種方式 一般都是想像 想法 然後提出報告 齁 決策 然後再去action 再去實踐它 這點我 這 快要結束了 我後面還有 但是這重點要跟大家講 我們提案出來 這邊是流程嘛 這邊就是 你配合你的知識改造 你要怎麼去做 這個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 創造的概念 創造商數的概念 放進去 這個地方就是 你在開始想問題 想問題 你的問題 由從你自己本身 還有 非組織性的 就是你自己本身的想法 還有 外面的一些資料 刺激你 就是這個idea 再來 創新就是你 小組討論 然後 圈內社會化 跟圈外社會化 也算不一樣 圈內就是說 你們自己小組討論 圈外的時候 外面有什麼 資料 或一些團體 類似的經驗 可以提供你們 你要創造 創新的東西 幫忙 那這個東西 就要生出來對不對 就把 臨場把它做出來 實際把它做出來 實際做出來 到了這個action 你一定要提案出來 就是要把它實現出來 先入式外化 跟這個 就是你用書面的 這個是用 儲存 然後這個就是 這個兩個都是儲存的意思 不一樣 這個是書面的儲存 這邊有寫 這用書面 這個是書面的儲存 然後這個是用工作流程 就把它詳細寫清楚 那所有這一切都內化 變成你的知識 這樣大家有差不多了解嗎 提案是什麼 我希望大家會了解 至少這個了解一下 以後你們只要提一個案子 要在你們的位置 提一個比較好的願景 你可以按照這個 大概這個模型去做 那我的結論就是這個 一樣 構思 上面你看 構思開放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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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始提案 你有這個 自己一個企劃出來 企劃出來 要報告 報告回去不好 還要改善 這個整個過程就是 改善 你知道嗎 你把政策執行出來 這就是我今天做的結論 這是我自己 我個人在我藥局做出來 把我藥局的佈置更新 把台灣民政府 這個提案的制度 所以目前有員工提案制度的系統 然後你怎麼提案 上面提案人 過程 你的單位 主題是什麼 改善的方法 你的效益是什麼 再讓大家參考一下 這行動管理 就是我們遭到困境的時候 我們怎麼解決這個困境 然後我們現在台灣民 這個先跳掉 台灣民政府要執政了 怎麼做 按照 中央給我們的指示 專訓該去做 該去去 去做怎麼樣 的訓練 我們回歸到各州裡面 對州的這種訓練 我們怎麼參與 跟人與人之間的 溝通 這我們都要了解 除了這個 這個東西 我們都要去 以後 一步一步把它實現出來 那最重要 大家看一下 我們要滿足我們 人民的需求 不再是生理 現在連安全都沒有 你看 八仙城報 你給我們什麼安全 我現在講到八仙城 我用一分鐘的時間 我的學弟 我的學弟他過世了 大家應該新聞都知道 他叫做蘇家森 八仙城報 其實我覺得他 他好像是全身五十幾趴 可是他併發了其他的病症 他死掉了 去昨天才 宣布這個消息 我們還有兩個學妹 就現在還在跟死神對抗 他大概把他的器官捐出來 我表示非常的遺憾 一個年輕人 生得這麼厭 還這麼親手 他人生是無可限制的 他還沒來得及了解 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麼美好的未來 美好的制度 然後他死去了 我看到這個消息 我是非常非常的難過 你去自己看他的面 面 這樣更是材 這是材質 那是將來 我們這延然這樣的人才 我們台灣是有進步的 所以我心裡非常的痛 根本基本的安全 有嗎 那你怎麼談到出社會需求尊重 跟自我實現 你去國外進口一個東西 你都還不明白他的危險性是什麼 你就因為經濟效益 然後大家哈哈笑 那不知道他的危險性是什麼 結果你看死了這麼多年輕人 我們台灣已經少子化 已經沒什麼人要生小孩 生出來給你媽媽生到二三十歲 二十幾歲這樣就這樣死去了 想看這到底是什麼社會 你想到你的這個 台灣民政府 你每個成員你要做到的 是最頂尖的 你要完全每個人 一個個體他自我實現 你要有這個 尬死 你不能像國民黨 還是中國社會 拜託你根本就沒辦法吃情好 你現在一個年輕人出來 幾K 你敢不敢有生理需求 吃飯吃的肉 有家人住嗎 趕快 大家趕快覺醒 人性化政策 一定要人性化政策 你再不講求人心 人家根本不理你 來三把劍 尬死就在這裡來 看一個來 哪有尬死 這我兩三年以外體會 尬死就吃了 日暑美戰 一隻鹹 專業能力 一隻鹹 不只一項 這個貪力 你有這個恐怖要知道 我剛才一直跟大家說 這個貪力就是 國民黨的社會 他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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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自命 吸引力這個 你有自命的吸引力嗎 每一個人有貪力 你怎麼說你貪 是說你要怎麼管理 撒去鹹 這樣弄 我們就壯大起來了 台灣才有希望對不對 這在組織裡面 你要建構組織 已經不是 這專業專制根基的科程 我們也不是個人學習 我們要把我們的知識 咀嚼以後 放在一個知識庫 每個人都可以點選 每個人都可以進步 也不是說我江蘇進步而已 我 自己也有打招 我也來台灣民進務 這兩三年我進步這麼多 我說我那個電位 就蓋起來 我就在上面 我教你 你教我 大家都進步 對不對 我如果不好 大家跟我說 我說太緊了 我說不清楚 我是不是要再清楚 你們聽了 我會 欸 你們有什麼要改變的 你們就吸收力了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組織裡面 你要去評估 你要怎麼做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 然後這個網路就是 我那時候在台北周 我每個單元都講得很清楚 你要怎麼去跟你的員工溝通 那怎麼去考核 講成 那你在組織當中 誰是幫你的忙 誰 誰是在那邊扯後腿的 這個 都是要再教育 你不是讓你一個領導者 這麼辛苦 你也不需要那麼辛苦 你要去發掘他們的才能 叫他們每個人下來 都要來幫忙 但是你 你一個帶頭的人 你要自己要注意 你要有gas 你要有能力 你要養足自己 就是自己 跟中華民國 這個中國的政府 完全不同 反響 你的領導的能力 柯文哲 大家知道醫生嗎 他除了當醫生 你看他還可以 有一個新證出來 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 我們也有 只是你願不願把自己 美好的東西 自己能力 創造 思考 提案出來 每個人都是譜譽啦 譜譽就是要自己沒辦法練 不然他把他放得很好看而已 這是你的船 這幾個艦長 他們的 兩 就是兩年把他們改造 散漫 就亂七八糟 沒有軍紀 兩年就把他改造了 改造的方法 這邊都是方法齁 你上網都可以了解 找得到 台灣民政府是我們的船 他也是要 世界上最好的 Bester 那我今天講到這裡 多花了大家五分鐘 希望大家回去 能夠從最基本的去思考 摒棄所有的 中國教育之下 那種 垃圾的東西 都給他好好走 新的東西出來 拜託大家 大家打拼 我今天給大家吃 謝謝